relaxation Mitglied 你好 我是Angus 我是从冰冰冰冰冰和洋酒丝 你之前是做什么 之前是做西餐的 做厨师的 其实我们在开这家酒庙之前 其实我们本来真的是一间餐厅 我們的餐廳是用一個外國流行寶結的 叫做Boo Pub的形式去做一間餐廳 Boo Pub通常都是餐廳裡有一個系統 是釀製啤酒和食物 我們的餐廳也是這樣 最後是因為專注不到其他一件事 然後選擇了做啤酒 就是這樣 你覺得那個餐廳除了做Boo Pub,從哪年開始? 大概我想是2015年 2015年也是香港手工啤酒的最初 你怎樣有這個想法? 那時候我們喜歡喝啤酒 其實啤酒也是發酵的東西 香港的啤酒就這麼難喝 為什麼不自己煮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們的餐廳是一些Fusion的餐廳 就是一些香港的元素,一些西式的元素 啤酒是西式的 如果我們做到啤酒 我們可以把香港的元素放進去 香港的時候完全沒有這件事 那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就開始試做這件事 或者說多些你開頭的Fusion 餐廳的概念 就是當然你是剛剛提到 你把那種西式的食物加入香港的元素 為什麼有這樣的願意去做這件事呢? 這樣說一下 譬如那時候餐廳有些什麼菜式 叫拜神見雞 那是一個香港族語 那當時構思這個 就是這個菜式 其實一拿出來 你會看到透明罩罩著整碟菜 然後裡面有很多煙 你看不到裡面的雞 那其實就跟回那個菜式 不見了那隻雞 但是其實香港長大的人都知道 香港人經常拜神 小時候和家人一起拜神 拜神的時候 你就會聞到一些煙味 然後家人會淋酒在地上 然後那些雞又放在地上 然後不小心淋到那些雞 然後當你吃的時候 你會吃到一些酒味 有些白癡雞 有些煙燻味 根本就吃光了 那我們就是這樣 這是很自然的煙燻 是整個酒廊的煙燻 但是我們就用了一個 慢煮的方法去處理這隻雞 但是我們這隻雞就是醉雞 類似上海菜的醉雞 再慢煮它 還有用黃酒 少慶酒去泡它 然後最後就用乾了的香茅燒 燒進去用煙槍打進去 出來的效果都蠻有趣 這就是我們想把香港的文化 帶出來的 為什麼呢 其實你經常都這麼想 有時候brainstorm我沒有理頭 突然想起 拜神的雞 這個inspiration 突然之間我要去做這個照片 那你的菜單上面的東西 是不是很多 是的 很多都是這些 全部都是這些 是的 如果 純粹是我們不做 那是幫忙去把香港文化 宣揚出去的一種方法 經常都想把這些 以前小時候 Made in Hong Kong 或者港產變 其實是把香港文化輸入出去 但是現在沒有了 其實挺可惜的 那是想把這個 再重新 希望我們這一代 可以再做這個 不如我們試一下 你現在這個啤酒先 剛剛我剛才就沖了 這一瓶 化露水 我剛才一開下去 是很香的 你的香氣很出 這個是用荔枝和玫瑰花去做的 那這個啤酒其實是 我們餐廳 很久之前 還在餐廳的時候 我們有出了一種小麥啤 是加了玫瑰花下去的 那時候 因為沒有什麼手的啤酒 在香港 他們覺得加了玫瑰花的啤酒 那些客人就覺得很特別 而且以前我們喝啤酒 那些雙葉啤酒 你基本上不會聞它 你喝它 那些客人就說 聞到很香 我從來沒有想過啤酒 可以聞它 它會香 然後曾經有個客人就說 很香 好像花... 香得很像花肉水 那當時我們不知道什麼是花肉水 我們以為花肉水是很棒的 香水 就是說我的啤酒很香 好像香水很香 那我們就叫了那支啤酒 叫花肉水 跟著之後 到餐廳就來完 那時候 我們打算自己出自己品牌的啤酒 我們有 真的找了 雙妹啤 旁新嫂的雙妹啤 出花肉水的 跟我們合作了 一年出了一支 Cosrofa 出了一支真是花肉水的啤酒 那當時我們就把花肉水的 recipe 給我們 那我們改良了 之後變成啤酒 好香 厲害 厲害 這個 這個 第一個問我去和她的客人說 真的很香 這件事真的很香 很香 它是以前 很久以前是一個中國人創造的香水 第一支中國的香水 每一個女生 女士都會在手間 以前的女生都會夾過手間在隔底 然後那支手間一定要噴花肉水 才代表你有白味 但以前是潮牌來的 是全中國都一定要爭著買花肉水 她們覺得沒有花肉水的女生出來 不香就不見了 即是不潮 她們覺得 但OK的 聞是香的 但喝就不太好 但當時我們不是用精油的 譬如有芬衣草 有肉桂的精油 我們是用她的芬衣草的花 乾花去冷泡啤酒 去做那個效果 就不是真的用精油去做那些啤酒 你剛才說 液體啤用了生命乳化的包裝 你的概念又如何來呢 其實IPA這個風格 都很關於打仗事 都不關於打仗事 而是以前印度還是英國的殖民地 英國人去印度 帶些啤酒去印度 那些啤酒已經壞了 因為那裡太炎了 那啤酒花有種防腐的作用 那時候沒有什麼防腐的科技 他就狂奪啤酒花 然後就出了一種風格 就是有很香味的啤酒花 還有那時候人們打仗 都會帶啤酒去打仗 因為它的食物不能放久 那啤酒其實有很多營養 還有很多營養 營養 對 很多營養 其實那時候他們當麵包去衝技 帶著它去打仗 然後… 對啊 喝完就夠膽一點去打仗 你想開嗎 不用開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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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你設計的 對 這是我們酒廠的一個特色 用紙 煮一瓶啤酒 其實我們就這樣 好像扭湯一樣扭開 然後拉下來就可以了 對 這個啤酒是… 厚身很多的 那… 做回好像啤酒的感覺 其實這個真的是你自己設計的 對 你自己學了Photoshop 對 特地學做AI的Photoshop 厲害 然後… 我們沒有說多有多厲害 說你那張紙有多厲害 那張紙呢 是… 我們這種印刷法呢 是一種… 我們是找回一些很舊的印刷廠 就是那個老闆已經是很老 像說一百八個 八十歲 對 接著那些機器是幾個師傅 又用人手 即是又要加上手 真的人手印刷 對 就是它也是一部機器 但是很舊的機器 然後你看到它的顏色已經是… 即是… 焦了 然後那些人就要用手 抖著紙一張一張 拿出來 然後現在差不多滿了 就要拿走 用那種印刷呢 接著那些感覺呢 印出來是… 色呢 其實是… 很… 很… 那些粗粗的 嗯 即是那種… 沒有雷射印刷那種 那麼靈面用 對… 那麼幼細的 可以摸到它的質感 對… 對… 那出來的顏色 對… 是很棒的 而且它有很多… 會… 很多張不同的時候 有些會深一點 有些會淺一點 有些可能會有些顏色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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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所有東西都完美 對… 然後它… 即是不會… 耳朵你會看到… 對… 你們的logo 對… 很不同… 很沙沙地的 所以… 很難找啊 你這個人該 要找… 要找人… 還有… 還有… 還要用這種紙 這種是… 對它來的… 那些機來講 是很薄的紙 是閃得很厲害的 我拍攝那些師傅人呢 我都… 真的… 覺得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這麼慣了她 他們有老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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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 那… 多謝你勝傳吧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用另一種機 這個我覺得更難任 對… 這個紙叫做… 因為… 大家如果… 我… 小時候… 我就沒有什麼病的 但是… 如果你… 喝開中藥呢 就會有一個… 陳皮妹去… 配你那個中藥 對… 那… 這隻紙呢… 我最初… 弄的時候呢… 呃… 因為你… 最初是… 找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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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他們一定不知道 更加不知道 他賣了這麼多年 然後… 就是… 進去那些… 陳皮妹的廠 在元朗那些… 很多大姐在那裡… 包陳皮妹 那樣… 然後… 整間廠在那裡… 曬那些陳皮妹 那樣… 然後進去… 我想做一批陳皮妹 那樣… 然後… 其實是騙他們的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在那裡探… 哇… 那些紙是怎樣呢… 什麼紙… 然後… 這些叫做雪梨紙 然後… 就開始找雪梨紙 都不是間間有 找了很久 所以找到… 找到又沒有機印 沒有人印到 用雪梨紙印到 然後… 然後… 真的… 找了很… 一家很舊的拆廠 然後… 用人手起舞呢… 做了舞之後… 人手起舞喔 對… 然後… 粒子粒這樣撿的 你說的 我不知道他們會挑的 然後… 這些… 顏色呢… 我知道呀… 你是以前藝術的那些… 我猜是啦… 然後… 那些顏色呢… 如果你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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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擦…擦擦… 擦擦擦… 好像… 是… 很夠陣線的那些感覺 好… OK啦… 你說了你剛才的概念 你是想將香港的文化和詞彙融入你的餐廳和你煮食時的概念 或者是屬於香港的東西 香港的製造或者香港的想法 很奇怪地是 尤其是我覺得有關聯繫在這裏 就是因為你本身做Fusion餐廳 很西式的香港人想製造自己的文化 然後你慢慢延伸到這個啤酒 就變成了整件事很生活化 你接下來會研發更多的咖啡味嗎 其實對喜歡喝咖啡的人來說更加興奮 因為你有些調轉了Focus 你想帶多一點咖啡味出來 因為那種好的咖啡味道 對 之後 但是又可以讓你喝酒 對 其實平衡的兩樣 我覺得也要 其實我在想出一些酸啤 例如酸啤 去搭配酸的咖啡豆 那才算是 然後會出一些淺色的IPA 搭配一些粒粒的咖啡豆 即是不酸的 香港其實有很多其他品牌 都有用一些少少香港 或者中國的文化傳統 在他們的概念上 對 你看其他酒廠都會用這個概念 對 那跟你接下來繼續做這個方向 你想向到多大呢 你還有什麼想掌握呢 其實現在在想 不是真的再用一些 譬如懷舊的事情去做 其實現在 同事都是在聊 在想一些新的方向 就不一定是再用一些 那些叫什麼 懷舊情懷 情懷 情懷 真的做一些新的 就是好像 即港產片 它不是因為懷舊 有些什麼情懷在裡面 而叫做港產片 即是以前港產片 很成功的輸出外面 它可能是 可能一些 暴力美學 黃家衛那種 那種手法 或者一些飛車特技 那些不是 即是 它不是用一些 不是刻意這樣去做 去做一些情懷出來 它屬於香港就是香港 它是香港自成一格的一種風格 我們就想 類似的 即不是再拿一些東西出來 拿出以前的東西 那你覺得現在的 現在的香港 你有什麼想留住 或者去 透過你的創意去 表達出來 其實 我也想 即是現在香港 在處於摸 其實是香港人的口味 喜歡什麼 即是 香港人喜歡喝這些東西 喜歡吃這些東西 那它慢慢 還是在摸索 但現在還是 去尋找吧 你看看 即是你問我 如果我答到你就好了 我真的答不到 我現在都很 在想 即是我覺得 不是一件容易的 即是一種 即是 即是 要去試 要去試 好 我想的想法就是 狂去試 撞板也不可以 去試 做多些不同的東西出來 即是 可能有一陣子 你會有個 原來這個方向 可以 好 我們也很期待你 在接下來 撞出來的新臟東西 雖然都在手熟 不過 多謝你 今天跟我們聊天 也都 希望大家可以 留著過去 也都看到 找到新的方向 找到新的創意出來 你都 是很刺激的 我覺得 尤其是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你廚師的背景 其實就是 廚師的背景 搞到 我 經常都想用新的創意 但有一個包袱 就是搞到 你 不可以用 即是 煮東西的方式 不可以放進 飲食 我經常用了 煮東西的方式去想 飲品 其實是錯的 那現在 是 現在 放多些時間 現在是 放回以前的東西 重新再學過 這件事 那這個相信 都是香港的 主題 是 我們一直在改變 一直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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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要是 要是 在改變 可行 有